近日创思选手韩沛全透露自己曾为了遮唇恶劣痕迹化妆被学校开除 遭受校园暴力被骂娘娘枪等往事 一个人童年会经历的所有黑暗的故事我都经历过 韩沛全表示自己一共做过八次唇恶劣手术 最后一次手术的时候排一反应一致失败 整张脸化浓 他说我就看着天花板响 一定要火得精彩 一定要为自己而活 关注短视频的人多数都听过一句话 百音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记得双击某某哒 这是短视频创作者韩美娟说的 多听几遍后便会有一种上头的感觉 而韩美娟就是韩沛全的一名 韩沛全2000年出生在黑龙江省 但是他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纯恶劣 从小就经历了多次手术 2008年社会公益的帮助下 又通过了两次手术后 终于能发出清晰的声音了 喜欢就定音乐呗